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失踪的姑娘却突然悄悄地溜进Lower的寓所 于是这个大侦探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 险峻的侦察活动 终于揭穿了十分奇妙的金粉之谜 枪杀活人的竟然是死人 下面请听广播剧 金粉之谜第七集 花片酒地 对于Washer大妈的摔死 无论是当地的人还是法院的人 都没有表示任何怀疑 他们全都认为 她和她的儿子一样是偶然死亡的 是干活时不小心避命的 人们把她埋葬以后就把她忘到脑后了 然而Lower发现 老大妈所用的梯子 一只踢脚被人锯掉了一截 比另一只踢脚短 这样的梯子当然会出事 卡特琳娜也觉察到这件怪事 又感到惶恐不安了 显然可以看出来凶手步步逼近 这又是一次谋杀 我还无从肯定 杀人要有杀人的动机 当然了 杀人的动机是很清楚的 不 我不能肯定 这一次 她没有多费时间和精力来安慰姑娘 她深感担心的是 由于某些还没有弄清的原因 一伙暴徒既与姑娘为敌 又与小城堡里的其他人为敌 使得大家在接二连三的威胁面前 惶恐不安 紧接着又连续发生了两件莫名其妙的事 小桥裂了缝 阿洛尔过河时掉进河里 幸好没有受伤 第二天 萨洛特从破旧的木棚里出来时 棚子坍塌了 但她没有被瓦砾埋上 也算是一件奇迹 在精神分裂状态中 卡特琳娜昏倒过两次 卡特琳娜把自己的想法 如实地告诉了姐姐和伯苏 她是在餐厅里和他们说的 餐厅的一扇门直通厨房 所以在厨房里干活的 阿洛尔和萨洛特都能听到 她毫不隐晦地说出了 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 三棵柳树一定被人挪动了位置 沃什尔大妈向她提出过警告 大妈和儿子都先后遭到了杀害 这几件罪行都证据确凿 关于自己的巴黎之行 关于自己和拉乌尔第一次见面的情况 卡特琳娜都一字未提 但她的做法却与拉乌尔截然相反 她开门见山地说出了 她和拉乌尔一起调查的结果 说出了她和拉乌尔的几次交谈 也讲到了拉乌尔一个人 对沃什尔母子进行的调查 最后 由于背离了拉乌尔的行动计划 她不仅深感遗憾 而且痛哭了一场 发了烧 卧床疗养了两天 受到卡特琳娜恐惧心理的感染 博特琳娜也疑神疑鬼 觉得四处都有危险 随时会遭到袭击 阿卢尔和萨洛特 也同博特琳娜一样 怀疑暴徒就藏在大墙那边 在城堡周围转来转去 行踪鬼秘 来去自如 找好机会袭击 胆大包天 干着非常恶毒的勾当 博素感到十分兴奋 他认为 拉乌尔的挫折 抵消了他的失败 于是他一抓到机会 就开始讥笑拉乌尔 咱俩都无计可施了 是不是 你和我相差太大 也许你的近况比我更糟 瞧吧拉乌尔 一到节骨眼上 有人就想逃脱 就想拔腿开溜 等危险过后之后 再回到这里 照你来说 他们都想离开这里了 如果事情有我决定 早就该这么办了 然而 卡特琳娜迟疑不决 是的 她迟疑不决的原因 是你对她的影响 还没有消除 希望你能说服她 离开这里 我也希望这样 不要耽误时间 他俩如此交谈的那天晚上 卡特琳娜和姐姐 在当作临时客厅的 小沙龙里干活 拉乌尔和博素 所待的地方 和小沙龙相隔两个房间 拉乌尔在看书 博素漫不经心地 在一张旧担子台上打担子 两人都没有说话 往常到了晚上十点 他们都各自回自己的房间去睡觉 现在村里的钟 像平时的夜晚一样 护窗板是关闭的 她把插销取掉 猛烈地晃动护窗板 也未能把它打开 因为有人从外面 把护窗板反锁了 接着她立即放弃了这一尝试 从隔壁房间里跑了出去 窜进了花园 然而由于这一过程 耗去了不少时间 她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的迹象 她跑到担子房跟前看了看 却发现护窗板外面 插着两个很大的插销 这一定是什么人 前一天夜里干的 这一伎俩 妨碍了拉乌尔追击 方便了凶手地逃跑 拉乌尔样样不乐地回到客厅 在伯特朗的身边 卡特琳娜 伯苏和两个仆人 似乎手忙脚乱 这一次受到袭击的是伯特朗的 枪弹击穿窗户玻璃 擦过她的耳边 但幸亏没有击中耳朵 射在对面的墙上 于是伯苏从墙上拔出了子弹 这是一颗手枪子弹 只要偏右十厘米 就可能穿透太阳倦了 拉乌尔老兄 你有何高见呀 我想 伯苏 卡特琳娜小姐肯定愿意 暂时离开庄园了 不会再犹豫了 我再也不会心援一马了 这是一个令人胆战心寒的夜晚 只有拉乌尔一个人 心平气和地上床睡觉 其他的人都彻夜难眠 万分紧张 他们都竖着两只耳朵 听到任何一点响声 都会心惊肉跳 第二天早上 仆人收拾好了旅行皮箱 在拉乌尔的护送下 卡特琳娜小姐坐进一辆小汽车 先到里尔波雷 然后再搭上开往雷埃夫尔的火车 波苏又返回毛屋别墅 便与严密地监视帕尔伊瓦庄园 早上九点钟 拉乌尔把姐妹俩护送到了 雷尔夫尔 让他们在一个家庭旅馆里住下 这个旅馆的女经理是拉乌尔认识的 拉乌尔就要和他们俩暂时分别了 卡特琳娜心情轻松了一些 便向拉乌尔道歉 甚至要她原谅 您有什么要我原谅的 因为我怀疑过您 这是不奇怪的 从表面上看 我在侦探工作中 没有取得一点成绩 但是以后怎么办呢 休息一阵吧 您该恢复体力 最迟两周 我会再来找你俩的 那您要去哪呢 帕尔以往 你们在那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吧 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您要我们在那待多久 我们就待多久 卡特琳娜伸出一只手来 她在她的手背上亲切地吻了一下 上午十点半 拉乌尔到了里尔波雷 前往本区的公正事务所了解情况 大概十一点钟 她又到了公正人贝尔纳先生家中 贝尔纳先生身体胖乎乎的 两只眼睛闪闪有神 热情豪爽 立即就接见了拉乌尔 贝尔森先生 我是接受 贝尔森夫人和 卡特琳娜小姐的委托 来拜望您的 贝尔森先生被杀事件 您大概已经知道了 法院对此案感到十分的棘手 我和警察警长伯苏合作 正在调查这桩案子 所以卡特琳娜小姐 要我来找您 向您了解清楚一些 还很模糊的情况 因为您曾做过 她的外公的公正人 这是卡特琳娜小姐 给我的委托书 这是一份全权证书 是她从巴黎 抵达拉迪加德尔的那天早晨 卡特琳娜写给她的 委托书的内容是 自 委托拉乌尔先生负责调查此案 并且做出一切 有利于我的决定 委托人 卡特琳娜 上面的日期是拉乌尔补填的 贝尔纳看了看委托书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先生 贝尔纳先生 我认为这桩凶杀案 和极其神秘的事件 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方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这些事情的发生 可能都出于同一个原因 那就是蒙呆秀先生的遗产 所以我想冒面向您问几个问题 好 请你说吧 当初蒙呆秀先生 购买庄园的契约 是在您的事务所签字和公证的吗 对 那是我以前公证人 和蒙呆秀复兴办理的 离开现在已经有五十年了 您了解那份契约的内容吗 由于蒙呆秀先生的要求 我曾拿那份契约研读过几次 契约里并没有特殊的条款 您担任过蒙呆秀先生的公证人吗 他和您研讨过 遗嘱中的一些条款吗 研讨过 即使我说出来也算不上泄密 因为我把一切都告诉过 盖尔斯夫人和卡特琳娜小姐 遗嘱里的条款是否有利于 姐妹中的一个呢 不 没有这样的条款 蒙呆秀先生更爱卡特琳娜小姐 他并不掩饰这一点 卡特琳娜小姐是同他一起住在庄园里的 蒙呆秀就有意把他喜欢的这块庄园 留给卡特琳娜 不过蒙呆秀采取某种办法 还是把天平摆平了 遗憾的是 他临终前并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遗嘱 这一点我也知道 但我对此感到奇怪 我也觉得奇怪 盖尔森先生甚至觉得不合常理 在给蒙呆秀先生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早上 我曾经见到过他 他原本说第二天要找我 共同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他是把这个想法写在给我的一张名片上的 但他还没有来就被杀死了 实在叫人难过 那么对于蒙呆秀先生的这种疏忽 您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他是已经忘了 何况他是猝死的 蒙呆秀先生有一种古怪的嗜好 喜欢在实验室里头埋头搞他的实验 说的确切一点是搞炼金术 是的 这位老先生甚至说 他发现了一个极大的秘密 有一天他拿一个装满金粉的小包包 给我欣赏 激动的声音都发颤了 对我说瞧我的朋友 这就是我的实验成果 你不会不佩服吧 是真正的金粉吗 十足的金粉 他还给了我一小撮 我本来还不相信 请别人检验了一下 结果证明是赤金 拉威尔听了这个回答 好像并不觉得惊讶 我一直认为这桩案件是围绕着金子的问题发生的 还要向您问明一点 贝尔纳先生 在您的事务所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事件吗 未曾有过 但是事务所里的工作人员都很了解一些家庭发生的悲剧 他们跟您交谈了 批约一些契约了 或者抄写合同了 我们所里的工作人员都很正直 他们有一种本能的习惯 就是对所里的一切都守口如瓶 可是有些人经济并不宽裕吗 幸亏他们的生活要求并不高 何况他们有时也会碰上好运的 比如我的一个秘书 他有顽强的进取精神 手擒脚快 力行节约 甚至购置了一小块土地 还买了一座供退休之后居住的旧房 有一天早上他来看我 说他决定辞职 据他讲 他买的有奖债券赚了两万法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大概是在几个礼拜之前 我记得日期是 是五月八号 格尔森先生就是那天下午被杀的 两万法郎 对他来说 那真是一大笔的财富 但是他已经变得挥霍无度了 他们住在里昂的一家旅馆里 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拉伯尔是个喜欢冒险的人 他在交谈中拐弯抹角地探出这个秘书的名字之后 就告别了贝尔纳先生 前往里昂 晚上九点钟 他在里昂四处打听之后 在塞莱特街的一家旅馆里 找到了公正事务所的前秘书 法摩龙先生 此人瘦高个儿 一副苦笑 身穿黑泥服 头戴大礼帽 午夜时分 拉伍尔邀请他到一个酒馆去喝酒 此人兴奋异常 饮了酒就下午职 同一个胖姑娘 面对面地跳起了牛白舞 第二天 此人依旧吃喝玩乐 随后几天都是这样 他的那些酒肉朋友 总是缠着他不放 意气狂饮 他的一叠叠钞票 都慷慨地花在饮料和香槟上了 在这群伙伴中 他最喜欢的就是拉伍尔 有一天 他尽兴地玩了一个通宵 在清晨盘身地回到旅馆之后 就拉着拉伍尔的肩膀 吐露了一些真情 跟你说吧老兄 我交了好运 天上给我掉下了两万法了 我一定要把它尽快花光 这笔钱是白来的 也是不干净的 我 我不能把它留下 我要和你这样 懂得生活的人一起 吃吃喝喝 把这笔钱花得一文不舍 他没把心里话继续讲下去 只要拉伍尔献出追问的神色 他就干脆闭上嘴巴 流出了眼泪 两个星期之后 拉伍尔为他摆了一桌 丰盛的酒席 终于从这个落入陷阱的人嘴里 掏出了秘密 法魔龙先生一面哭泣 一面语无伦次地说出了真相 在房间里 他跪在一顶大礼帽前面 好像忍悉似的 我 那天晚上他找到了我 他找到了我 他找到了我 交给我一封信 我 他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坏事 后来 后来不是怎么回事 他 他给了我一万 一点五万 两万法郎 我 我见钱眼开 第二天 我就把那封信 塞进了猛呆姓先生的卷宗 但是 我发誓 不让这臭钱 玷污了我 就决定用这笔 补一支彩 吃吃喝喝 花个金光 您要知道 这种臭钱 不能用于家庭开销的 拉伍尔还想了解 更多一些情况 但是泪眼婆娑的 法魔龙先生打了个阁 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只好如此 暂时再也挖不出 更多的东西了 通过我的这一行动 我已经知道了 不少的情况 这个糊涂蛋 还剩五千法郎 在两周之内 是不会再去 利尔波类的 三天之后的下午 拉伍尔又到了 列夫尔那个家庭旅馆 跟卡特琳娜见了面 卡特琳娜对她说 他们两姐妹 当天上午 就接到了 贝尔纳先生的一封信 这位公正人 请他俩第二天下午 返回帕尔伊娃庄园 说有要事相伤 这都是我谋划的 我遵守前些日子的诺言 所以又来找你俩了 回庄园去 你俩不害怕吗 不怕 卡特琳娜显得泰然自若 脸上露出了微笑 她已经恢复了信心 知道了什么新的情况吗 还难说知道了什么新情况 但是案情一定会一步步查明的 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是否需要延长在帕尔伊瓦 居住的时间呢 是否需要通知阿洛尔和塞洛特呢 这些都有你俩决定 按照预定的时间 两姐妹和拉伍尔一起回到了小城堡 波苏一看见他们就交叉起双臂 生气地叫嚷 你们简直是变化多端 这里刚刚平静一点 你们就回来了 我们和公正人约定的 这里将要举行一次家庭会议 也想邀请你参加 难道你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吗 要是又有歹徒来捣乱呢 不必害怕 为什么呢 已经同小城堡的魔鬼商量好了 这些家伙如果要来胡搅 必须先通知我们 如何通知 先向你看一枪 拉伍尔抓住警长的胳膊 将他拉到一边去 竖起你的耳朵听着 波苏 你可以瞧瞧我独特的工作方法 观赏我高明的手段 这次家庭会议 占用的时间较长 大约需要一个钟头 我相信会议一定会取得惊人的成果 我有这种感觉 注意吧 波苏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 金粉之谜第七集 花天酒地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 金粉之谜第八集 剧本改编 秋昊 录音合成 金瑶 后期合成 何林 剧中人物 拉伍尔由秋昊饰演 波苏 由新振宇饰演 法摩龙 由刘洋饰演 贝尔纳先生 由陈里南饰演 卡特琳娜 由辉辉饰演 堂白 王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